我覺得這連續七年的入圍 好像上天給我的一個 淨化石的禮物 今年真的太太驚訝 都入圍 就覺得 這個過去年也是 沒有白混了 首先要恭喜佼佼 連續七年問頂金鐘獎 快變成最有杜金元的男人 這回還是雙流入圍唷 我們兩個在家 不太討論這個耶 因為我們平常都已經 很寵對方 比如說她 哇 她今天終於洗完了 很棒的禮物 真的真的 今天竟然有洗完 跨到鬼 我大概從10歲開始 接觸到綜藝節目 然後打開電視就開始選 那當時我就選擇了 比較屬於合家歡的小燕姐 然後我就自己會覺得說 這個主持人值得follow 直到有一天 1988年 小燕姐退居幕後 我呢就覺得機會來了 我終於可以很近距離的接觸到我的偶像 所以我必須說 我有一半是為了追星 沒想到 我成為她的弟子 時間已過31年 太核心了 你做任何行業31年 你不可能不倦怠 可是你一旦被這種專業評審肯定的時候 真的是啪 打了一個搶金針 你知道每次我都說 我說到31年 其實是很心虛的 因為等於中間有10年 我幾乎是空白 沒有什麼代表作 沒有入圍 觀眾不愛 評審不疼 就是那個10年 只是活著而已 廟口的跨年 港口的跨年 我都做過 倒數12點的時候呢 沒有煙火 那是放什麼 我說鳴笛 新年快樂 就那個郵輪鳴笛 你有沒有做過這種花年 你沒有嘛 我有 那這個回憶就是酸酸的啦 可是講起來就很精彩 12生肖走一輪 我才回到大家的 我是說 這個煤光燈下 其實想要是不簡單 我不會很好勝 我也不好鬥 可是我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 而且我真心愛這個行業 民進黨收買不了蘋果 但是你可以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 Apple Daily